我直奔主题 因为刚刚上一期视频发过去了 我现在直奔主题 讲为什么福建的 福建就是说明北的那三个县 这么多人要偷渡在美国 因为第一个他们历史悠久 就偷渡的历史悠久 他喜欢因为福建沿海 他们属于海洋城市 沿海的 就是想中立中立 想打鱼打鱼 就是这种海洋民族 海洋城市的生活习惯 这是第一个 从历史上 第二个 他从经济上 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它的重点是什么 就三大经济一代 比如说北京天津 然后长三角 然后是那个珠三角 就是广东那一带 珠三角 深圳啊什么 就是他三大经济区是发展比较快的 而福建 福建呢 发展比较快的是哪 是南边的厦门 所以厦门一定都很有名 福建最有名的城市是厦门 而不是呢 而不是说福州 福州在哪 好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 他们相当于福州 我都不知道它是几件城市的 所以一个就是贫穷 再加上过去在八九十年 中国太穷了 八九十年代美国的中餐馆大概可以一个月升到2000美元了 可是当时中国的工资一个月好像才几百块人民币吧 就这么大的差距 就导致了他有这种激情嘛 他有这个冲动嘛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是大售有关 就八九六四的时候 八九六四美国政府大售 就六四学卡 相当于你在美国的几乎所有什么中国留学生全部发留卡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售 后来九十年代呢 美国那个一胎化 庇护 就是政治庇护 一胎化也归入了这个政治庇护 所以 在沿海一带 那帮的人 那些人就开始咬出来 而且一来到美国 就可以弄这个庇护 然后呢 就OK了 百分之百OK 因为都是难民嘛 在海上 传言啊 这是第三 第四是什么 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跟当地的他的宗族关系有关 就他是当地啊 是跟民风 不能说民风很传谱 就民风啊 习俗啊 宗族关系啊 村啊 村啊 村与村就有那种组长的关系啊 就是在南方啊 非常严重 在当地非常严重 这种氛围非常严重 就通俗一点讲 也可以说他是封建 漏旗吧 非常严重 这就导致了 就是那个村里面的人啊 非常团结 非常团结 那么有没有那种法治观念呢 法治观念基本上淡薄的 福建呢 像在美国这边同乡会都是以县为单位 常乐啊 福建呢 都以县 县为单位 非常团结 这就是说 这些人如果来到了美国 像每个县 一听说 哎 你是那个福乐 常乐的 福建的 那老板呢 中产委老板 哎呦 可以可以 哎呦 我在打工 打开工 都是老乡 就他们这种 乡情的概念啊 特别重 特别重 这就是说 乡情的概念 这种在 中国这个 就是出发点 已经形成了这种 氛围 到了美国 属于要到达的 他也有这个氛围 所以说 两边一接头 就有需求了 这就是需求 就是你一上岸 全部给你包了 没问题的 而别的地区的人呢 比如说 像湖北人 甘肃人 什么人来到 那就没法找工作了 因为没有哪一家 中产管要他 他什么都不懂 他也没有脑香 接济 这是 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产业链 它是要赚钱的吗 叫做信任 或者说叫犯罪 共通理中的信任 因为 在一个透露的过程中 它是个犯罪集团 我们把它理解成犯罪 非法了 它会有一个博弈 叫先交钱 还是后交钱 就先交钱 然后再走 还是先到达目的地 然后再交钱 两个博弈 如果说 舌头跟你关系不熟了 他还真不敢带你 因为 如果你说 舌头跟你说 你要先交钱 然后我带你跑 带你去 你愿意交吗 你肯定不愿意 你跟他舌头 什么人呢 我也不认识他 他又骗子了 这交易就没有办法达成了 所以这个 偷渡客要充分的信任舌头 那么舌头 要不要充分信任 偷渡客呢 也要 在这第一种情况 说交钱 先交钱再走 基本上没戏 偷渡客本来又没钱 而且他也不愿意 轻易交钱 先交钱 所以舌头就说了 你到了美国之后 打工 给我还债 还钱 这样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信任 因为舌头 他不会找到一种陌生的 完全陌生的外地人 比如说什么 湖北的 或者甘肃 或者四川 因为 比如说他答应了 这些外地人答应了 把他送到美国了 那一进入美国就自由了 一进入美国就自由了 就没有人可以限制你了 你连护照都没有偷渡了嘛 可能一进入美国在那餐馆 打几个卫工 打一两个卫工 先给那个舌头说 我认真认真证 干三五年还债 结果刚到美国干一两个月 在那餐馆 门路都熟悉了 直接就跑了 那你说的舌头上哪找你 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你 因为你的姓名都是假的 很有可能就是假 没有带护照嘛 偷渡嘛 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他偷渡 就是说舌头啊 他也冒着巨大的风险了 可能失败了 如果这人不给我还债呢 对不对 不打工给我钱呢 但不就报废了吗 还有钱呢 还有可能呢 还有可能这个偷渡客 反告这舌头 直接向美国政府反告 说他人口走私 走私人口 这样的话 说不定就能拿到 美国的庇护了 因为他相当于 揭发犯罪嘛 揭发犯罪嘛 所以他这个 在偷渡的过程中 他需要 犯罪集团需要充分信任 充分信任 这种信任是要跟生命 有关的 这就导致了福建的那边的 就是三地吧 就是说福州 常乐啊 那些地区 沿海地区吧 为什么他们就是 这个产业链非常发达 跟信任有很大关系 跟信任有很大关系 因为到别的地区 别的地区 比如说 比如说 河北还是什么什么 河北啊 河南啊 河南那些地方 没有这个条件 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他一南美国 没有老乡给他接激 对不对 他没有北 就美国没有什么群体 给他接激 接激什么 包括这边 比如说我是江苏的吧 就是我是苏北的 我一南美国这边 我要找我老乡什么 没有老乡 江苏在这边吧 好像没 没几个 没有老乡 就算是我老乡呢 他可能也不接激我 他一看啊 你是苏北啊 苏北啊 不要不要 如果你是 比如说 他是苏州的 结果你看 你是南京的 我们苏南人 你们不是南京的 就是江苏他是什么 各个地区啊 他几乎都是互相斗 互相瞧不起 他不团结 他不像福建那边 就是福州那边 他互相团结 他非常团结 非常团结 这就是 这就是偷渡成业念中 犯罪集团中必要的 必要的一环 必须要团结 否则根本干不成 他这一个偷渡的话 从开始计划到最后 只是起码最后完成偷渡 起码要五六年 因为把你送到美国 日本都要打工还债 跑了怎么办 不还了怎么办 好 录了正题 我讲我生活中 包括这个各种途径 了解到了真实的偷渡 我所了解到了 是十几年前 也是在福州沿海吧 长乐地区 长乐 我现在是对了长乐和福清 我是相当了解的 就福清有个福清帮 长乐也有长乐帮 反正福清帮好像特别狠 也透露 他说他是长乐的 他们的偷渡 他来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代号叫 A青年 ABC A青年 至于你信不信 那是你的事情了 你把它就当成电影 你听一下 你可能现在就喝了水啊 听一听 然后 当成一场游戏吧 因为 当成一个电影 他们那呢 他是长乐的嘛 长乐一看 他已经到末期了 偷渡的末期了 因为他是十几年前的 高峰是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是高峰 其中有一个叫 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 非法移民偷渡案 死掉了十个人 因为这个冒险号 是从福建那边 叫出发 这个货轮出发 然后到泰国 到了泰国之后 带了六十个非法移民 然后呢 偷渡客 然后又到了非洲肯尼亚 又带了一帮人 然后又绕过航旺角 通过大西洋 到了纽约外海 到纽约外海 没有人给他接头 因为接头了 他要派个小快艇嘛 去接头嘛 在公海接头 结果接头的那帮人 叫被福清帮 给仇杀了 给仇杀了 接头的那个老大 被仇杀被杀掉了 然后这个金色冒险号 就在那海上 等了大概两个星期吧 就实在不行了 然后呢 金色冒险号 因为他已经淡尽粮绝了 就直接就搁浅 就让这帮人说 这些二百八十六人嘛 非法移民 偷渡客 你们游上岸吧 死掉了十个人 震惊中外 是美国华人 历史上 华人史上的悲剧 我希望每一个美国华人 或者说海外华人 你都要知道 死掉了十个人 而且这只是什么 他只是这个产业链中的 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因为他被发现了嘛 他只是冰山一角 根本就跟那些更多的传难 更多的死亡比 完全没有办法向敌冰顿 他这个 我做这个A青年啊 在长乐嘛 长乐 他十几岁了 就来 怎么弄 原来他也不懂 他连美国在哪都不知道 他十几岁嘛 突然之间 他爸有一天跟他开会 他爸跟他说 这个叫你 要 去 美国了 要你去美国 打工 他呢 他哪知道 他就听着呗 反正呢 十几岁吧 十八岁还没到了 书也不读了 在家有手好钱 他爸说 上你去 美国打工 本来呢 这个机会 好机会 他爸说 好机会呀 大概意思说 本来我 我可以去的 但是呢 我这年纪大了 把机会让给你 让你这个年纪轻了 去 多打工 打工 然后 积外汇嘛 多赚钱 美国好啊 说美国好 美国工资高啊 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他那个时候才十几岁 就去了 他爸就 原来他是怎么联系这个舌头的呢 是他爸他那边村上啊 有一个相当于叫中建那种感觉 就职业中建那种感觉啊 就 也是一个有名望了 职业中建 就 那个中建干嘛呢呢 相当于挨家挨户劝了 哎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看看隔壁村 哪个哪个都该高楼了 都翻修了 你看农村 难道翻修新房呢 你家还这样 对不对 我都是来帮你们的 怎么样怎么样 还不走 哎 对 就是 在村头嘛 闲聊嘛 你看看哪家哪家哪家 哪家哪家哪家 又 又 换新房呢 哎 怎么怎么样 又有钱了 最终刺激之下嘛 然后呢 他爸就找到村里面 相当于这个中建了 相当于中建了 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安排好了 好了之后 就是 他当时啊 什么都不懂 这个人 就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 他都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A青年啊 根本不知道 然后那个 那个中建呢 就跟他说 哪天哪天 你跟我一块 坐船 就行了 啊 衣服呢 穿稍微大一点 啊 有点冷 啊 如果热的话 就脱料 稍微大一点 穿干净一点 怎么样怎么样 好了 他在这个夜寿中 跟那个电影一样 夜寿中 怎么样怎么样 说 然后他就很害怕 他当时呢 就很害怕 就跟那个 带他的那个中介啊 那个好像也不算舌头吧 小舌头 中介说 会不会被抓到啊 或者说 怎么样啊 他当时根本 什么都不懂 会不会被抓到啊 怎么样 被警察打啊 什么 因为他听说 那个当地 被警察抓到 又被狗咬 又被打 又被警察打 他就很害怕 然后那个中介 就相当于族长 还是村里面叫民族的族 族长吧 就是说 没关系 我们都买通的 买好了 买好了 都搞好了 没关系 他们做了个渔船 这个呢 中介没有跟他走 就把他带到那个海边 那个船上 码头嘛 船上 半夜三更 然后就 说渔船 啊 说我们去打鱼吧 然后呢 就交给了 他就 交给了那个船上 打鱼了 在那个渔船上呢 他遇到了 大概两三个人 应该也跟他一样 就是 要偷偷的嘛 实际上呢 对 但是他们都是渔民嘛 因为那边 沿海地区天生就是渔民 名义上就是去打鱼的 所以这警察要抓 根本就没法抓 就算在海上 一围住这渔船 哎 怎么样 警察一查 你们干嘛呢 怎么带几个小伙子 人家一看 一个老手 带几个新手 打鱼了 对不对 老百姓活命的路子嘛 不打鱼怎么行啊 警察一看 他确实是打鱼的 一艘船上 带两三个小青年 他确实打鱼 是不是 所以警察也 也没法抓 我